她容颜绝美却是个卑微女佣人 每天一早都要跪着事后女主人 而她在对方的眼里 也只是一个发泄情绪的工具 稍有不慎就被当场毒打辱骂 可即便如此 女孩也不愿意离开豪宅 只因她爱上女主人的未婚夫人 而今晚就是两人订婚的日子 而这却是一场旷世孽缘 就在订婚宴前 安妮帮女主人挑选宴会的礼服 殊不知在世穿时 一个男人突然拉开了布脸 安妮万万没想到 男人竟是自己心心念念的大珊 她顿时激动不已 可两人多年未见 大珊根本就认不出安妮 连忙开口向她道歉 可她却突然注意到角落的鞋子 安妮赤脚逛商店的那一幕 早已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 大珊开口询问是否需要帮忙 可安妮却太过激动了 她直接拒绝了大珊的好意 躲在世衣间调整情绪 过了大半天才走出来 没想到大珊还没有离开 看着一袭红裙的美艳女孩 大珊忍不住连连称赞 但她始终没有认出安妮 而安妮也没打算坦白身份 她只是一个卑贱的庸人 而大珊却是豪门家族的继承人 两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可大珊明显被她吸引了 主动伸手打招呼 可安妮又一次拒绝了她 冷漠地转身返回换衣间 她却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安妮拿着衣服走到前台买单 没想到大珊一直在等她 还向她提出了一个不情之情 希望她能帮忙试穿一件礼服 安妮本想离开 可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跟着大珊 来到了衣服摆价前 让她意外的是 大珊看上的那件礼服 正是她之前看过却买不起的裙子 在大珊的请求下 安妮拿着衣服回到了试衣间 没过一会 她就换上了裙子走得出来 此刻的她实在是太美丽了 白皙的肌肤加上一抹红艳 直接将大珊迷得神魂颠斗 安妮也很享受这种被爱人欣赏的感觉 可理智告诉她 两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转身快速跑进了试衣间 在分别之际 大珊想要安妮的联系方式 可安妮又一次拒绝了 但大珊依旧不死心 连忙跑到前台写下自己的地址 想约安妮今晚共进晚餐 这可把安妮吓到了 大珊今晚不是要参加订婚宴 领取她家的千金小姐美娜吗 怎么有时间约她烛光晚餐 安妮不知道如何拒绝 只好拿过纸条迅速离开 安妮带着礼服回到了豪宅 可千金美娜在世穿屎 却不小心扯破了 她竟将这一切 都怪在了安妮的头上 一巴掌狠狠地扇了上去 紧接着将她推倒在床上 疯狂地发泄心中的怒火 可没过一回 美娜突然停了下来 她发现自己佩戴的幸运项链不见了 安妮顿感不妙 她连忙爬起来帮忙寻找 幸好在被子里找到了项链 殊不知项链被弄破了 安妮连忙安慰美娜 只要拿去珠宝店修一下就好了 可美娜却二话不说 又扑了上去疯狂打骂 幸亏夫人听到动静 连忙前来拦下了癫狂的美娜 这才让安妮躲过一劫 回到宿舍后 红伟女佣的好友 却劝安妮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那个封批千金美娜 根本就没人能事后等 两人的谈话 恰巧被安妮的姨妈听见 可无情的姨妈却警告她 你这辈子只能在这个豪宅 别想着离开这里 很快夜幕降临 大山一家人都来到了豪宅 美娜盛装打扮跑出来迎接 可所有人都到齐了 唯独少了大山这个主角 而大山的家人解释 大山有事要忙晚一点才到 美娜的脸色顿时就黑了下来 安妮躲在角落看着这一切 她忍不住想起 白天大山邀请她逐帮晚餐 对方该不会再等她赴约吧 也就在这时 美娜突然跑进她的房间 愤怒地揪住她的头发 怪她将自己的幸运项链弄坏了 导致今晚的订婚艳不顺利 她命令安妮 立即去帮她修好项链 否则就等着承受她的怒火 安妮不敢不从 连忙拿起包包跑出去 可来到珠宝店后 心里却表示 修好至少要一个多小时 她无聊等待时却看见 大山给她留下的纸条 用手机查了一下地址 竟然离她的位置很近 她纠结着要不要去赴约 不料美娜又打电话来催促 让她十分钟内将项链修好拿回去 可这根本就不可能 安妮耐心地向对方解释 却又被狠狠骂了一顿 这让安妮心中无比压抑 最终决定走一趟 可刚来到大山家门前 她又犹豫了起来 不知道该不该按下门铃 就在她转身准备离开时 身后的大门却主动打开了 安妮顿时震惊不已 她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走过花园小路 推门走进了屋内 看见大山的那一刻 心中却是无比感动 原来对方没有去订婚宴 真的在为她准备烛光晚餐 大山做了一桌子的美食 为了缓解干大的气负 大山主动带着安妮玩起了小游戏 这一幕让安妮忍不住想起 小时候的那一幕 两人之间的距离彻底被打破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豪宅内的气氛却无比压抑 所有人都等着大山 美奈一直强忍着怒步 随时都有可能爆发 而另一边 大山和安妮吃过晚餐后 她突然拿出了一个礼盒 表示这是送给安妮的礼物 拆开礼盒一看 这竟是白天那条红裙 安妮的心瞬间破防了 她再也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大山情不自禁吻了上去 两人本就互相有好感 在荷尔蒙的刺激下 他们度过了美好的一夜 安妮很享受这种幸福的时光 可两人之间注定是一段灭云 她又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大山看着楚楚可怜的人 心中也是百般心疼 可就在这时 安妮又接到了姨妈的电话 对方已经催促了很多次 此刻的她不得不离开 大山从屋内出来 已经找不到安妮身影了 在回去的出租车上 安妮却是笑笑哭哭 一副患得患失的模样 在美娜的面前 担心对方又要大发雷霆 殊不知美娜并没有骂她一句 转身让她赶紧给自己带上 没想到下一秒 豪宅就传来一声钟响 而这却是贵客到访的信号 美娜连忙跑了出去 安妮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她顿时愣在了原地 该来的人始终还是来了 她跟着美娜走了出去 躲在花盆后看向门口 却看见美娜主动吻向了大山 安妮忍不住落下了痛苦的眼泪 脑海里却闪过一个念头 或者自己该主动去争取 抢夺那根属于自己的性格